与隐居多年的超级英雄做邻居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76岁好莱坞硬汉巨星史太龙 时隔27年再次出演超英动作片《萨玛丽亚》 这次他化身超级英雄驰木出山 挽救整个城市与危难之间 而故事的一切还要从与男孩山姆的相识开始说起 山姆家境贫寒 母亲做宝洁所赚取的那点微薄的薪水 根本不足以养家糊口 由于脱陷了太久的房租 房东直接在门上张贴了驱逐令 有家不能回的山姆 便只能和朋友小黑一起去废修的老楼里偷电线换钱 可收电线的男人看他们年纪小 便黑心苛扣了许多 到最后只给了山姆40美金 而这时一个彩虹头却突然告诉山姆 他们还有一份可以赚钱的工作 仅仅需要山姆去吸引一下注意就好 为了赚到这笔钱 山姆不顾小黑反对 执意答应了彩虹头的安排 而所谓的吸引注意 实则是让山姆想办法 为他们拖住商店的老板 好让他们趁机偷两箱彩票出来 山姆虽不想这么做 但为了钱也只能照办 可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 他们顺利地偷出了两个箱子 但回来检查时 却发现里边装着的只是薯条 彩虹头见状直接把锅甩到了山姆头上 山姆不服气便和他打了起来 可没想到他们的老大塞勒斯 居然十分欣赏山姆 不仅对他赞赏有加 还直接赏给了他200美金 拿着这笔钱 山姆很轻松地就解决了房租的问题 他编了个别角的理由 来解释这笔钱的来历 但妈妈却并没有被他轻易糊弄过去 妈妈虽然没有办法 让山姆过上富裕的生活 但他从小就一直教育山姆 正确的是非善恶 传说中 这座城市里有一对身怀异能的双胞胎兄弟 镇上的人们恐慌于他们异常强大的力量 于是便在一天深夜 举起火把点燃了他们的房子 可是父母被活活烧死 兄弟俩却活了下来 萨玛利亚长大后为了正义而战 而聂默西斯却背负着仇恨霍乱人间 他用所有的仇恨与暴怒锻造出一把强大的锤子 并用他和自己成为宿敌的兄弟萨玛利亚 在发电厂展开了最后的较量 可兄弟二人却在一场爆炸中双双殒命 而代表正义的萨玛利亚 一直以来都是山姆崇拜的偶像 他坚信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 萨玛利亚也一定不会轻易死去 随着政府财政日益缩减 失业人口数量在不断增加 整个社会变得动荡不安 城市犯罪率也在逐步飙升 山姆走在日渐萧条的街道上 却不幸碰上了怀恨在心的彩虹头 他吓得拔腿就逃 但身后穷追不舍的彩虹头 却没打算轻易放过他 追上山姆后 彩虹头带着两个小弟 对着他就是一顿胖揍 这个战斗力爆表的男人 是住在山姆隔壁的龙叔 他在一家垃圾厂工作 时不时还会从垃圾堆里 逃出点好东西 山姆对他很是好奇 曾经还跟龙叔有过短暂的交流 也正是因为如此 龙叔在公交车上看到山姆被人追 才及时赶过来救下了他 看着彩虹头的匕首 被龙叔捏成了一块烂泥 山姆大为震撼 认为龙叔一定就是自己的偶像 萨玛丽亚 于是他来到自己长去的书店 将这一消息告诉了 同为萨玛丽亚粉丝的老板 但老板却并不相信山姆说的话 山姆说自己曾用望远镜看见了 龙叔背后有一块巨大的伤疤 还拿出了那块被龙叔捏弯的匕首 但书店老板仍然认为 这代表不了什么 于是山姆就开始了 对龙叔更为细致的观察 为此 他甚至不惜翻进龙叔家中 寻找线索 没想到还真的被他发现了 龙叔收集的有关萨玛丽亚的新闻 山姆把简贴簿当作证据带回了家 但没想到龙叔却在发现简贴簿丢失以后 直接亲自上门将他要了回去 山姆不甘心地追问龙叔 但龙叔却说自己和他一样 只是一个粉丝 可话音刚落 龙叔却突然被一辆急迟的汽车撞倒在地 原来彩虹头怀恨在心 一早便盯上了龙叔 山姆看着地上关节扭曲 不知生死的龙叔一时间悲痛不已 可下一秒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龙叔扭曲的关节复位 浑身散发出白色的蒸汽 他带着山姆一起回了家 并急忙冲进浴室 打开了淋浴 被水冲刷过后 龙叔瞬间恢复如初 至此龙叔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了 山姆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偶像 萨玛利亚 而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塞勒斯 又谋划出了一个邪恶的计划 他让手下搞来了一批断电弹 并大摇大摆地来到警方证务室 炸弹摧毁电力系统后 塞勒斯成功地从一众证务中 找到了那个他一直梦寐以求的 聂默西斯面具 和那把可以战胜萨玛利亚的锤子 紧接着 塞勒斯又利用断电弹 摧毁了一整条街的电力 并以此来呼吁平民和他一起反抗 以聂默西斯为旗号 鼓动群众暴乱 发动一场只属于他们的革命 戴上面具的塞勒斯几乎是一呼百应 很快便组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队伍 而此时的他 还并不知道萨玛利亚的现实 等到山姆和龙叔在电视中看到此事后 山姆便祈求龙叔出手阻止塞勒斯 但龙叔却一口回绝了山姆的请求 如今的他已经不想再卷入这场是非争斗中 只想归隐于世 不必再拯救他人 可山姆却并不明白 为什么超级英雄不再拯救世人 这并不是他想象中的萨玛利亚 可龙叔却说 自己的能力已大不如前 恐惧也是人之常情 有时候 碧其锋芒 反而是最明智的选择 山姆明白了龙叔的话 也理解了龙叔的选择 临走时 龙叔却突然要走了山姆手上 那块坏了的手表 打算帮他尝试着修修看 塞勒斯带着面具四处作乱 但山姆和龙叔的感情 却并没有因此生出隔阂 反而在那晚的谈心后 两人的关系比从前还要密切 龙叔甚至会偶尔在天台上教山姆格斗 只是两人的关系 却在山姆口无遮拦地提到 涅目西斯时再次破裂跌至冰点 而堵戏的山姆居然一气之下 跟着塞勒斯去了他的地盘 并学着吹口哨 为塞勒斯放风 只是这天 山姆却无意中撞见塞勒斯抓了一个 不愿意配合他们将断电弹 放入发电厂的警察 并当着山姆的面 开箱杀死了他 山姆明白 这里不是他该待的地方 正准备悄悄离开时 发现彩虹头正带着 殴打着自己的朋友小黑 山姆忍不住上前 为朋友出头 却反过来被彩虹头 按在地上敲晕了过去 彩虹头挑衅般地 将山姆送回楼下 但却意外看到了龙叔 龙叔将山姆送往医院 还通知了他妈妈过来看护 而与此同时 塞勒斯从手下口中 听说了龙叔的事 察觉到不对的他 决定让手下去会一会龙叔 他派出了数名小弟 跟踪龙叔 来到了一个隐蔽的小巷 但这群人 显然不知道龙叔的实力 他刀枪不住 一手一个 将这群小弟 全部打趴在地 由于龙叔的实力 过于突出 一时间引起了 许多路人的瞩目 他告诉眼前的小女孩 这一切都是幻觉 但下一秒 扔在脚下的炸弹 却不得不让他 徒手抓起一辆车 来当盾牌 这下 龙叔的实力 彻底藏不住了 人们纷纷感叹 一定是萨玛利亚回来了 但此时此刻 龙叔只想赶紧 打包行李 离开死地 而此时 山姆学突然找上门来 将塞勒斯计划 炸毁发电厂的消息 告诉了龙叔 但龙叔依旧 态度坚决地 拒绝了他 有了之前 那群小弟的试探 塞勒斯已经知道了 龙叔就是萨玛利亚 但他绝对不会允许 任何人 阻止自己的计划 即便他是萨玛利亚 他带着数名小弟 冲进了龙叔的家 对着房内 就是一顿扫射 可满目窗移的房间里 哪里还有龙叔的身影 塞勒斯找不到人 便派手下 将山姆抓了过来 他要用山姆 引诱萨玛利亚现身 而此时 已经提着行囊 来到了火车站的龙叔 突然发现 忘记将修好了的手表 还给山姆 于是 他便决定回家拿 不料 家中一片狼藉 山姆的妈妈 还受伤倒地 知道了事情 原委的龙叔 立即将油桶 塞满了一辆卡车 并开着他 赶往了塞勒斯 所在的发电厂 经过特殊改造的卡车 顶着枪连弹雨 静止冲破围墙 开到了发电厂内 龙叔赤手空拳 将几个前来挡路的小弟 全部揍了回去 塞勒斯令众人 举枪包围了龙叔 并挟持着山姆走了出来 厚颜无耻的塞勒斯 拒绝了龙叔单挑的要求 他要让山姆亲眼看着 自己的英雄陨落 看着被铁锤打倒在地的龙叔 山姆高声呼喊地让他回击 一旁卡车中的油桶 被定时点火装置引燃 巨大的爆炸 让塞勒斯心爱的女人 失去了生命 他愤怒地拉着山姆 进入了电梯 而此时龙叔正被 众多手下牵制在一楼 他手拿铁锤 身旁竟无一人敢率先出手 龙叔不想再跟他们浪费时间 于是直接蓄地敲断柱子 将这群人全部解决在了这里 他一路神党沙尘 佛党沙佛 接连冲破了数道墙壁 而这也严重地消耗了龙叔的体力 此时顶楼的塞勒斯 已经戴上面具启动了仪式 城市内陷入一片黑暗 到处都是暴徒的狂欢 山姆被烤在着火的房间内 在他的呼救声中 龙叔终于出现在了这里 体力近视着他扔掉了手中的铁锤 不料却被藏在身后的塞勒斯捡了起来 龙叔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眼看就要命丧火海 山姆疯狂挣脱束缚 冲过来阻止了塞勒斯即将落下的铁锤 龙叔有了喘息的余地 直接拼尽全力将铁锤掰弯 困住了塞勒斯 并一把将它扔进了火海 而做完这一切的龙叔 也已经到了最后的极限 好在山姆及时敲断消防栓 为龙叔送去了救命的水 龙叔这才有力气 带山姆逃出火海 他抱着山姆破枪而出 直接摔进了另一座大楼 在龙叔的保护下 山姆毫发无伤 他问龙叔是不是邪恶的聂默西斯 虽然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但龙叔却告诉他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善恶两念 要由自己来做出正确的选择 在山姆心中 龙叔永远是他的英雄 是他的萨玛迪亚 正如史泰龙在采访中所说 该片的超级英雄 并不像传统漫威所塑造的那般天马行空 而是真实存在于可识别的环境中 穿行于城市和我们居住的社区 而这种平易竞争的贴近感 也恰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 褪去光环后 隐没人群的超级英雄 他不想担起拯救苍生的责任 只想像普通人那样 享受平静的生活 正如片中龙叔向山姆所说 恐惧是人之常情 有时逃避反而明智 他说自己时常恐惧 但为了想要守护的山姆 拼尽全力也要站至终章 敢于承认恐惧直面内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称得上是无坚不摧的勇士 该片节奏紧凑意外的很有娱乐性 虽然并没有太大的悬念 但最后正邪身份的互换 也是一笔绝妙的反转 影片质感十分在线 优秀的视听语言和刺激的动作场面 完全称得上是一场不错的视觉体验